很多運動都受身材影響很大 例如籃球是常人的天下 舉重普遍說法是矮的比較有優勢 那到底是高的跑者腿長步伐大有優勢? 還是矮的跑者耗能跟風足小比較吃香呢? 從視覺或物理現象觀察似乎都有道理 不像是最大攝氧或耐熱度直接影響長跑表現 關於身高和長跑的關係 一直以來也沒有一個定論 連男女長跑運動員的身高分布都有很大的不同 本集先就男子長跑選手來討論 翻開5000公尺到馬拉松的世界長跑歷代排行 自1990年代 東非運動員開始主宰各個長距離項目 從螢光幕和選手資料不難發現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身高介於160到170公分左右 現任馬拉松世界紀錄保持者 和510000萬世界紀錄保持者 都很巧合的是167公分 而半馬世界紀錄保持者 則為165公分 就這30年來稱霸世界的歷刃 長跑皇帝和佼佼者們來看 先後為長距離代名詞的 肯尼妮莎·伯克勒 和黑利哥布斯拉西分別為165和164公分 保持3000公尺世界紀錄的長跑天才 Daniel Coleman為170公分 參加過Nike波爾計畫的半馬王者 The Senai Tedson為160公分 已故的北京奧運馬拉松金牌 也是U20萬米紀錄保持者 Samuel Wangjiro為163公分 上述所有選手在身高上的共通點顯而易見 稱霸2010年代田徑場的英國爵士Mofara 172公分也沒有高很多 當然也是有例外 例如曾經刷新萬米、半馬、全馬 世界紀錄的Paul Target 182公分的身高 在世界級舞台頗為顯眼 列舉完以上東非族裔神人的身高後 幾乎可以推論 假設長距離跑者的理想身高了 不過 那其他族裔的頂尖選手身高又是如何呢? 來看看在亞洲的頂尖長跑選手 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大破節 身高為170公分 跟長跑教父賴谷麗艷一樣高 無獨有偶的是 日本馬拉松紀錄保持者林木劍舞 香根山神神神野大帝 以及保持過日本5千1萬紀錄的松公龍行 三位都是163公分 順在一提 松公龍行2021年 在成為第一位40歲以上5千公尺跑進14分的黃種人 之後退休 兩位南韓奧運馬拉松民族英雄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金牌黃永炸 以及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銀牌李鳳柱 分別為168和167公分 不過也有不少身材中等 甚至高挑的亞洲頂尖長跑選手 近年來改寫日本半馬全馬紀錄的小金玉界和社勒優太 都是174公分 新任萬米日本紀錄保持者向澤晃為178公分 家喻戶曉的川內優惠為175公分 而跨越1990到2000年代的高剛壽城 則為驚人的186公分 多屆奧運馬拉松 日本都有派出過180公分左右的代表 比起東非選手 亞洲頂尖選手170公分以內也還是多數 不過中整身材或常人也很有存在感 台灣頂尖好手方面 5000公尺、3000公尺障礙紀錄保持者吳文謙 還有半馬紀錄保持者蔣介文 皆為170公分 各項長跑紀錄都在歷年前三左右的張家哲和何敬平 皆為173公分 萬米馬拉松紀錄保持者許基盛為175公分 不過如果是歐美白人選手 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情況 簡單的說就是很高 1980年以前主宰世界中場跑的白人好手 如Ron Clark、Las Baron、David Bedford、Derek Clayton 都在180到186公分之間 2000年代澳洲名將Preg Martran 188公分的身材 讓東非選手們尊稱為The Big Matzango 意思為高大的白人 而當今大家熟悉的挪威神童 Yakko Ingbergsen已經長到186公分 美國隊隊長長青術Gallen Robb也有180公分 近年來竄起狂刷紀錄的Grant Fisher 看起來比較矮也還是有177公分 唯一算矮又為頂尖的歐美選手 當屬曾經寫下馬拉松世界紀錄奪下奧運金牌的葡萄牙Colors Lepers 他的身高為167公分 若把上述好手的身高 和他們國家族裔的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做對比 Ethopia平均167.6公分 肯亞平均169.6公分 東非好手大致和這兩個數字吻合 而日本平均170.6公分 台灣平均171.4公分 上面提到的頂尖台灣好手也都在這個數字上下 有別於非洲、亞洲 歐美頂尖長跑好手普遍比平均身高高 例如美國平均175.3公分 澳洲平均175.6公分 挪威179.9公分 上述歐美好手都高於這些數字 單純討論理想跑者身材而言 比起身高 上半身下半身比例影響更大 比例較長的腿搭配相對輕巧的上半身 才更有優勢 所以在奧運和其他世界級舞台上 常常是較矮小的非洲選手、亞洲選手 和高挑的歐美選手跑在一起的畫面 回到開頭的 那到底是高的跑者腿長步伐大有優勢 還是矮的跑者耗能跟風族小比較吃香呢 小弟的意見是兩種都可以 但要看是什麼種族而定 你覺得身高會影響跑步成績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經驗和觀察 影片中所有提到的選手數據 也都會放在下面的完整資訊中喔